我说,这神皇子到底是个什么鸟蛋呢?你老爹是神王,难不成他是你兄弟? 龙坤一脸懵逼挠了挠头,开口询问依西斯。 神皇子乃是神王之位的下一任继承者,神族太子的称谓。 在神族,王位并非是习,要看血脉和天赋,经过很严格的筛选,才能最后获得神皇子的名位。 我和他非但没有半点关系,而且还一度是生死之敌。 依西斯这般解释了一波,徐扬等人纷纷表示理解,只是同在这一刻,这座山周围所有的出入口,似乎都在毫无预兆的一瞬间被强制关闭。 到底怎么回事啊?神皇子的气息从何而来?莫非这山中藏着什么特殊的封印? 灵瑶话音刚落,众人头顶上方,一道银白色的璀璨光芒迅速自八方凝聚,而后在所有人面前幻化出一道无比精致的天使轮廓。 这个天使同寻常意义上的天使有着很大的不同,看上去仅仅只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模样,粉嫩的脸颊十分通透可人,背后竖展着无比纯粹的荧光羽翼。 天使女孩出现后,并没有第一时间同下方徐阳等人展开交流互动,而是双手合十做出对着天空祈祷的动作。 刹那间,璀璨无比的天使圣光横空荡开,三道熟悉的神器光芒分别自夜寒山三个不同的方向迅速凝聚而来。 那是海明珠三大主神器?竟然被这小姑娘再次召唤极其了。 徐阳等人完全傻眼,他们根本不清楚这小姑娘是如何做到的。 至于她的目的,就更加难以揣渡了。 我乃神皇子的天使女仆,狄丽娅,特奉神皇子之命,邀请天使魂朱莉入云朝一见。 狄丽娅清纯的目光缓缓睁开,朝着下方横向一扫,分别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,嘴中停留在女帝依西斯的脸上。 狄丽娅参见女帝大人。 我已经不是女帝了,当年我父神王陨落,属于曾经的一切荣耀都已归入尘土。 现在的我,只是徐阳团队的成员,依西斯。 狄丽娅倾笑不言,重新将事业落在徐阳的身上。 似乎她已经感知到了天使魂朱莉的位置。 徐阳阁下,请交出魂朱莉。 弄了半天,什么狗屁神皇子,派你这个小姑娘来,是打魂朱莉的主意来了,你休想。 龙坤第一个发表抗议,脚下一阵腾空而起,整个人就这样无比霸道地横在虚空中央,阻止着狄丽娅更进一步。 尴尬的是,狄丽娅似乎一点生气的预兆都没出现,眼神平静地, 仿佛自始至终,她面前的龙坤就不存在一样。 只见着狄丽娅指尖轻轻一点,一道通透的银色光芒悄然降临, 更像是一滴被灌注进银色光芒的水滴,偏然滴向龙坤的头顶。 不好,快躲开。 伊西斯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,第一时间开口妄图阻止龙坤后续莽撞的动作, 而那一道晶莹的水滴却是没有丝毫持滞。 紧要关头还是灵瑶那丫头反应最快,直接一道冰霜之力打出, 一部分力量冲在龙坤身后,将她整个人强行偏离轨道, 避开了这一滴水的冲撞。 而另一部分强大的冰封之力, 可谓神级以下至强力量, 竟是在触碰到一滴水身边五公分的位置时, 完全被悄无声息地炼化成了虚无。 什么? 灵瑶彻底傻眼, 她对自己的实力认知情况没有任何问题, 起码在她的意想之中, 这一击就算无法抗衡, 也不至于毫无存在感。 可事实却是, 这道宁时的冰霜之力, 连这一滴水的本体都没碰到, 就直接给碾灭了。 这是水滴时节, 天使一脉已经失传的上古时代的功法, 能够将最为纯粹的天使力量, 融于一滴水当中, 能够融化一切属性的力量。 伊西斯的话再次惊到了徐扬团队众人, 隆坤也为自己刚刚冒失的举动感到后怕, 哼,我来! 死狂一声豪银发出, 踏空而上, 引动自身专属恶魔之力, 一道全境轰出, 当场轰碎了半空中这道水滴的力量。 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场白罢了, 后续越来越多这样的水滴, 不断在迪丽娅手中陆续浮现, 每一滴都是这般纯粹而神圣, 又像是被迪丽娅把玩在手中的玩具, 这般轻描淡写之间打出的手段, 就能给徐扬团队大多数人造成如此压力。 徐扬阁下, 你一念之间, 便将决定你身边同伴们的生死命运, 是交出魂助力, 还是放弃你这些同伴, 接在你的决定。 话吧, 所有飘扬在虚空中的水滴, 在这一刻迅速勾连在一起, 化作一道更长的水蛇, 一个照面便将半空中的紫狂紧紧缠绕住了。 紫狂的实力, 在场的徐扬团队众人都再清楚不过, 可他此时就算是被压制的状态, 也不至于被这迪丽娅蹂躏成这般模样才是, 简直就是单方面毫无抗拒可能的碾压。 我徐扬从来不和自己的对手做选择题。 下一刻, 徐扬猛地瞪大瞳孔, 以精神力迅速凝聚出两道虚空剑芒, 朝着迪丽娅凝聚出的那道水蛇捆腹的位置冲了过去。 一个照面划过, 紫狂重新恢复了自由身, 稳稳落地。 迪丽娅这条水蛇也重新化作支离破碎的水滴世界, 砸向下方。 这一次, 徐扬不再有任何迟疑, 直接以团队领袖的身份登空而起, 右手两根手指化作实质化的剑芒, 在身体面前疯狂显化。 敢在我的面前教训我的人, 你太狂妄了。 徐扬见风一出, 一道接着一道水滴世界完全崩碎, 徐扬更是一往无前, 与剑矢的姿态再一次看得下方依稀思为之着迷。 那种精彩绝艳勇往无前的匹拟之姿, 当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模仿和驾驭的。 好强的剑道, 不愧是剑线云旺期的传承者, 身族又过了几十万年, 果然又出了一个举世无双的经验人物。 可惜, 这么早就被流放进夜寒山, 注定又是第二个云旺期了。 许阳笑了, 我足够尊重云前辈, 但我许阳没有任何人能够比较。